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玫瑰花海 全白色 像灵堂一样 你搞这些所谓推动夜经济和十八驱日夜都纷纷 你只不过在浪费公帑而已 你明白吗 你一点效果都没有 香港一样是仆街 你要促进消费市场令到它轻旺一点 用这些办法 政府要扔那么多钱出来 喂 没人多谢你啊 大哥 第一 你浪费公帑 第二 那些店铺是不是因为这样会有得益呢 又不是 一样继续排队倒閉 这个是不是事实呢 你要解决根本的问题才行 根本的问题在哪里都很清楚了 大哥 你又经常叫人回到大湾区 那人都听了你说 就去大湾区消费去深圳唱卡拉OK 去深圳吃东西 还要铺一些相片 在Facebook上 又把我价钱做一个对比 我吃同样的东西在深圳多少钱 在香港多少钱 你根本就死得了 基本上就是 是不是 你不要去面对那个问题的本质啊 大哥 因为免得跟你讲政治了 已经是 住在香港的人 喂 我好了 我现在做顺民了 我不拼嘴了 是不是 都没用的 那你有搞好经济才行的 是不是 政府现在是举债度日 千多亿地发债 赤字是说千多亿 你剩下那几千亿的财政储备 你可以捱得多少年呢 这个人完全没办法的 这个人 这个人 看他 看之不似人君 整天都在做动督笑 在那够说 你现在连周梁 叶刘淑淑也动你了 好笑的叶刘淑淑也很恨做特首 叶刘淑他是不是有机会呢 叶太 我真的不知道 你作为行政会议的召集人 是吧 他说这些打卡的点 部分展出的艺术装置成本不非 成品效果差 最终就沦为东斯效频 不伦不类的策展项目 我这样批评 喂 这个是你老板 他说不是 我又是立法会议员 我又是新民党主席 大家知道行政会议是政府的权力核心 是决策中心 每个星期二开会 就一些政府将会推出的政策 在那里投票的 现在按照基本法 这个叫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这个是一个决策的中心 这个决策的中心 包括两部分人 一部分是 unofficial member 不是官员 另一部分是官首成员 official member 就是那些官员 那些司局长 加上这几十人 就是那些所谓非官首的行政会议成员 就是等于不管部部长 那些就是部长 就是这个意思 就组成了一个内阁 这个就是那个内阁 那你叶刘淑儀 你不用负责的 你怎么在那里笑这个李家超 是吧 东施效贫 不伦不类 那真是好事 现在有的好事 你没有民主派 没有反对派 被你扔 你就自己鬼打鬼 是吧 这个是叶柳说的 部分的打卡点 展出的 这个打卡点 部分展出的 艺术装置成本不菲 成品效果差 最终沦为东施效贫 不伦不类的策展项目 甚至闹出连串笑话 令人提笑皆非 哇 这个是叶柳 你是行政会议 非官首元 我不是奔充你李家超 我将一个客观的事实 告诉大家 那你博什么 你叶柳现在 现在其他的 大家都知道 现在立法会 全部都是爱国人士 爱国者治港 那他们现在 整色整衰都要扔一下李家超 是不是 搞很多东西的 你明白吗 在去年施政报告里面 邀请各区的青年社区 建设委员会 在当区里面 弄多些打卡地标 于是大家就 喂 你给钱才行 民政事务总署 18区额外撥款 来支持这些政策 但是这些打卡的地点 就引起很多非议 东九文化中心外 街梯設立造价 50万元的LED玫瑰花 布置 玫瑰花海布置 很成功引起大众的注意 就是这个 丢到灵堂一样 是吧 后来就将 在网上 很多这些意见 说完之后 用帆布 就将那个花海 遮盖 接着就将部分 那些白色的花 就变成橙色 红色 你 你怎么搞 你怎么浪费 这个是白痴 李家超真的是 还有你整个政府 没有人提他 有心整股他 请问 除了那些花海灵堂 又有 那些什么 红芯设计 艺术项目 都搞了这些 是吧 接着呢 盛事基金 要撥七百八十万元 作为文化艺术盛事基金 喂 那个叫文化艺术盛事 大佬 是吧 惹得到极 接着康民处 又在维港两岸 设置大型的户外艺术装置 用五千万 和国际艺术团队 这个team lab 举行这个光年活动 在天马公园附近 展示二百多个巨型七彩 发光弹 这些怎么会有吸引人 吸引游客 吸引市民来参观 那消费 刺激消费 这样啊 真是 真是 真是不知所谓 还有在中环海滨 举行那个Summerfest 中环夏至户外活动 是吧 就搞那个所谓冲气 展品 大家看Facebook 看到了 被人笑到他 是吧 这些了 有什么意义呢 是吧 埃及 吉薩金字塔 是吧 有些人说好像遮尸体的帐篷 真是 就是这些东西 大家用常识看 你都知道是麻烦 是吧 打卡 那些人去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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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附近周边又有什么可以给他们消费的呢 你不如各区搞那些嘉年华会 里面又有东西吃又有东西玩 那些更好 可能更多人去 ですね 所以呢 所以呢 甚至乎每年财政预算案 因为上一个年度有盈余 他都会拿些钱出来派堂 譬如说帮你交一个月电费 公屋免两个月租 那些老人家的生果金 像津贴可以给多一个月 现在全部都没有 那你公屋还要加租 加10% 明年1月1日开始 可以增加多少收入 政府可以拿回几十亿 是吧? 有没有? 是吧? 说的是几亿 是吧? 唉,真的是 那现在房委会上条租金 每年可以为政府 带来23亿的额外收入 扣除了其他公屋住户 在头三个月豁免租金 加幅的安排涉及5.7500万 预计在2024、2025年度 这个财政年度 原来预计的11.6700万 收窄到5.9100万的赤字 那便减少赤字 那找什么人帮你减少赤字呢? 是吧? 然后便花很多钱 是吧? 接着你就 要加租 是吧? 是吧? 这个也不是他见识的香港 是吧? 喂,你搞定了 是不是? 全部人都拘捕了 是吧? 香港国泰民安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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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 你真是由智及卿的吗? 我去年已经说了 是叫做武卿的 广东话叫做武卿 这个政府就是武卿的 是吧? 搞到香港武卿 喂,大家不讲政治 也不敢讲 是吧? 好了 做顺民 那你香港一样是 火不下柱 是吧? 活不下去 是吧? 现在大陆也很大祸 是吧? 所以大家保重身体 是吧? 我经常说大家保重 为什么要跟他勾长命 是吧? 这个李家超 或者梁振英 林郑月娥 全部会有延晚报 延晚报的意思就是 我经常说 及身而报 不用等你死了之后 要你去鞭尼斯 在你死之前 你就已经有报应了 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不是奏理 现在就是 根据已知的事实 我来做一个判断 我告诉你 根据历史 是吧? 你这班人 会及身而报 所以我那天 我特别留意 花点时间 看 喂 这个什么 回归27周年 那个盛典 升旗 和会展那里 就是 主要是看看 你这班 个人面如土灰 是吧? 包括林郑月娥 她老公没跟她来 是吧? 走出来的时候 没人理解她 真是 很快而已 好 休息一休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你 会 我 你 有 我 你 你 我 我 感谢观看